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稍微转凉一点点这个偶正雨 但是大致上应该还好 大概东半部比较有点正雨 礼拜天要慢慢开始 就开始转东风偏南风 一直到礼拜一礼拜二 又回到夏天的天气 所以天气有点小变化 大致上周末的时候 礼拜六稍微温度降 礼拜天又稍微回温 那要注意的就是礼拜三 各位没看到下礼拜一 5月1号劳动节 好多水气 这个像封面 事实上这边也有点西南气风 开始启动的态势 是不是梅雨封面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有这个机会 但是就静待观察 可能下个两天或三天 这个不确定性还蛮高的 接下来就有点东北风 所以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下礼拜的变化 可以趁这几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稍微做一些 你只要花一两个小时 做好防灾 会不会淹水的演练就够了 不要等到淹水的时候 靠着这个灾情再来这个交理 先来看的话 明天东半部还有靠山区 偶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北部大概东北部而已 大概就是这种典型的地形的雨室 然后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 大致上天气都算是还算还不错 像是夏天啦 但是礼拜三就变了啦 像礼拜日一二大概就是局部的 像有点夏天的午后的震雨 午后的震雨呢很局部很明星 那这几天呢要注意一下温度 你看稍微降一点点 没有降很多啦 短袖有时候晚上呢有点凉 长袖比较合适 今天晚上呢稍微温度会稍微降一点点 这是北部啦 中南部没什么变化 还是暖烘烘的 空瓶呢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礼拜六呢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可能中部的靠山区 有一些短阶线的震雨 空气品质中部可能会比较糟一点点 大致上呢明天北部一点凉凉的 22到25度 其实这个温度很舒服啦 那中南部呢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大概都是维持过去这一阵子的天气 有一点炎热 那东半部呢有点震雨会产生 温度也稍微降一点点 所以礼拜天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礼拜六日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给大家建议周六东北风 稍微增强一点点稍微转凉 还没有到很冷 凉一点点而已 但是还蛮舒服的 请大家把握一下周日开始风向转 转趋炎热的天气 下周三四 封面语气开始接近 目前来看的话 是不是会真的是梅雨封面 有待观察 但是进入我们梅雨期间呢 其实会有这种滞留封面 会有较大的雨势 请大家多做准备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